排超半决赛首回合江苏3-1上海 龚翔宇22分得分王 北京时间12月30日晚 2021-2022赛季 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半决赛 首回合争夺在广东江门结束 面对曾在循环赛输给自己的上海光明优备 江苏中天钢铁女排敢打敢拼3-1在错对手 在半决赛三场两胜制的较量中先拔头筹 四局比分为26-24 25-20 26-28和25-18 江苏的接应龚翔宇独揽22分 荣英本场得分王 首局欧阳倩倩进攻相继被篮和出界 龚翔宇和吴孟杰两抓反击 江苏4-0超出 上海先利用吴晗的失误追成15平 18平后又凭借金阮景的发球19-18反超 22平后吴晗进攻得手 万紫月拦住仲惠的扣球 江苏24-22领先获得局点 仲惠平打命中高一篮网建功 上海搬成24平 第二局5-11落后的江苏 在凋零宇的发球轮扭转被动局面 吴孟杰攻篮三次建功 吴晗和龚翔宇反击得力 金阮景一攻出界 江苏一局以12-11反超 龚翔宇进攻夺局点 杨家调球锁定胜局 江苏25-20再胜一局 第三局上海启用王英迪单刚接应 秦思宇和高一搭档复攻 6平后徐晓廷发球失误 金阮景进攻被杨家拦回 江苏8-6超出 上海用拉尔森换下金阮景 15平后江苏三次赢得两分优势都被追平 21平后仲惠和拉尔森连抓反击 更让上海23-21领先 仲惠强攻刚回一分后 杨家快球将比分定格在25-18 江苏3-1立刻上海